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呢 曾经就现在没有了 就曾经 就1950年代 台湾红极一时的神秘 西方公司 这公司啊 但是很神秘啊 而且非常红啊 对台湾的政界啊 这个军方啊 影响力非常大 那西方公司就是西方的嘛 就不是东方嘛 就美国嘛 可是没听过啊 很多人没听过西方公司 当然早就没有了嘛 就CIA嘛 就这张情报局 为什么会有这家公司啊 就是要帮蒋介石反动大陆 当然很难成功啊 可是要做做看嘛 就是来台湾啊 就是军方人员来帮台湾啊 帮蒋介石啊 看看能不能反动大陆啊 或者至少骚扰一下嘛 打游击战嘛 而在1950年代啊 由蒋介石啊 不甘心撤手台湾 也没办法 大陆丢掉了 那这本来是想到西康啊 到西部啊 地往人西啊 但是张啟银啊 后来当文化大学创始人员啊 他立排重理 他说不行啊 大家都说那这跑往西跑吧 可是委员长啊 蒋总统啊 这样不行啊 时间早晚的问题嘛 大陆这个东部啊 东北啊 黄河长江南部都丢掉了 你跑到西康去 时间早晚的问题啊 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啊 那蒋介石就说 那你聪明啊 那去哪里啊 那还能去哪里啊 去西藏啊 去新疆啊 张啟银说 台湾嘛 学正成功嘛 有台湾海家天欠嘛 后来搞了半天就正来台湾了 不然的话可能早就灭掉了 但是蒋介石射手到台湾以后啊 老共打不来嘛 因为他那时候没有空军嘛 没有海军嘛 虽然国民党有一些空军海军投降 可是数量不够 可是蒋介石啊 不甘心嘛 我整个大陆居然就这样丢掉 丢死人啊 我要拿回来啊 可是拿不回来嘛 但是心里是这样小嘛 就像恐怖情人嘛 男朋友走了 女朋友离开了 就不回头了嘛 就心里 心里不服气啊 想方设法 要把他挽回啊 一样的道理 然后呢 就像反攻大陆 最一行就 反攻大陆是国策 国家的政策 至少要骚扰一下嘛 先搞个福建嘛 至少搞个岛吧 再搞福建嘛 福建再搞广东嘛 慢慢来嘛 可是 因为当时 还是有百万大军啊 到台湾来 还是有百万大军 力量还是有一点 可是过不去嘛 你要多少船 要多少船运过去啊 就是老共过不来 国民党也过不去嘛 你派个一两千人 是过得去啊 你派五十万人 怎么过去啊 可是当时需要美国的资助 职训练啊 于是一个神秘的西方公司 就成立了 而且在台湾 可说是呼呼唤唤语嘛 因为他直接跟蒋介石联络嘛 或跟蒋军国嘛 蒋介石父子嘛 还有一些军方的啊 高级的成臣啊 他们 因为他一直直到天听嘛 而且他是来帮你的嘛 而且他背后的CIA嘛 那多大 所以在台湾就呼呼唤唤语 表面上是私人公司啊 他也不张扬啊 在军方当 台湾军方都知道啊 民间可能搞不太清楚 他的总部啊 还有各个据点啊 也没有很夸张啊 也没有一看就是 美国的军事基地也没有啊 就是看起来 就是一般的房子 二呢 最后的结果证明 简介石反共大陆注定 只能是梦一场 那一的歌啊 梦一场 也随着美国不支持 蒋介石的反共啊 反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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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大陆的国策 于是 宏集一时的西方公司 也就进行业务转交 从而退出中美的历史舞台 那当初啊 蒋介石想要反共大陆啊 不是他一样 他也知道他自己弄不起来嘛 我感觉你都被打扮了 怎么回去 有啊 有人帮忙啊 铁杆的就是麦克阿瑟嘛 因为麦克阿瑟啊 他 他想要这个 打中共 但是他是战略啊 倒不是直接中共啊 麦克阿瑟是要围堵整个 共产国家啊 包括苏联 他是反共产主义的 那当然啦 所以 麦克阿瑟跟蒋介石两个是在同一个力线啊 力量的力啊 力线上 所以两个方向是一致嘛 他们两个也没有说 也不是不认识啊 两个也没有特别熟 因为以前 麦克阿瑟在太平洋嘛 西太平洋 后来又驻扎在日本啊 跟蒋介石也没什么往来啊 但是两个也见过面啊 后来麦克阿瑟也私底下来过台湾啊 有两个都军员嘛 军员跟军员好讲话 而且两个都是很执着 非常执着 蒋介石是非常执着的 麦克阿瑟也是执着的要命 而且麦克阿瑟 蒋介石是很执着很压霸 也是一个大军阀 基本上还是很正常啊 那麦克阿瑟当然地位很高啦 这个老兵不死 只有凋零嘛 十年独教第一名毕业嘛 又是盟军统帅 这个也有些电源演他 找克雷克来必客一下 形象不错 那这个疯子啊 基本上是一个疯子啊 为什么呢 有原因的嘛 所以他最后被杜鲁门撤掉嘛 你说总统把这个五星上将撤掉 那很难看嘛 所以麦克阿瑟也没想到会被总统撤掉 可是总统三星统帅撤掉 那为什么撤掉呢 不听话 降在外居命有所不受 可是 这个杜鲁门 他是想说 你打仗的时候 降在外居命有所不受 何道理啊 有理啊 可是没打仗的时候你要请我打 你不能都不请我打 打仗你也不请我打 战略想法你跟我参谋本部下 都不一样 好了 为什么说麦克阿瑟神经病啊 就麦克阿瑟啊 他要围组共产族 然后就跟蒋介石联络 就说你 老蒋啊 他麦克阿瑟比蒋介石好像还大 大几岁啊 小弟啊 小蒋啊 你要反攻大陆吗 你心有不甘 哥哥我帮你 我这边那时候驻日本嘛 还有些军队啊 那时候要开脚吧 你这样 我帮你啊 我帮你啊 那可是 他力量也不够啊 那中国大陆几百万的军队啊 那美国当然不同意啊 这美国杜鲁门当然不同意 因为死人嘛 可是军人就这样 军人就打仗死就死了 算了吧 可是杜鲁门是文人嘛 那你麦克阿瑟打仗死 美国军人不要 死个三五万就不得了 那你不在乎啊 我在乎 我是总统啊 我还要连任啊 就不同意 那结果呢 这个麦克阿瑟就说 也不用死很多人啊 小蔡伊迪啊 没想象中那么困难嘛 我跟小蒋两个合作 有可能打得回来 也不要死很多人啊 杜鲁门想说 那哪可能啊 这个至少两三百万的大军 那我们至少要死个几十万人吧 要帮助解决反共大陆 所以我说麦克阿瑟是个疯子嘛 就某些方面 当然他不是疯子啊 就他有些很crazy idea 有一些想法很疯 结果吓死了 麦克阿瑟讲一句话 杜鲁门吓死了 就撤回来 没办法 这个给他搞的话 第三岁标就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麦克阿瑟说 丢原子弹嘛 你不是 我们不是 美国丢了日本 丢两颗嘛 那再丢嘛 继续丢嘛 前面丢日本嘛 日本马上投降嘛 中国大陆 他把检约打败了 就是 丢原子弹嘛 原子弹的话 老公也收不了 可是你丢原子弹会死人啊 死很多中国人啊 你不是只丢解放军 老百姓就会死啊 而且 都能又听一句话 又昏倒了 本来一听麦克阿瑟说 丢原子弹 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啊 原来是 很残酷的东西啊 就已经快昏倒了 结果麦克阿瑟说 必要是丢个 一二十颗吧 二三十颗吧 因为中国大楼大 像日本小啊 丢 广告长期丢两颗 日本就受不了 中国大楼大 必要是丢一二十颗嘛 二三十颗嘛 哇 这个 杜伦一听 这个疯了 把他掉回来 没办法 那当然就不行了 所以麦克阿瑟就被掉回来 蒋介石就孤立南村啊 那美国 那杜鲁门 杜鲁门是很讨厌蒋介石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八年抗战的时候 还有国共战争的时候 美国帮了很多啊 出钱啊 出力啊 出军队是没有输啊 陈奥德他们 也得美国支持一下 出了贪污啊 贪污啊 就像在乌克兰啊 美国啊 西方的武器 援助你 听完油气就跑到黑市去 那你说气不气啊 贪污嘛 国民党如果不贪污 也不会丢掉中国大陆 所以 讨厌他 所以 就是不支持 所以蒋介石没办法 他真的有国防计划 有很多计划 蒋介石很会 很会搞编制啊 军队很会搞编制啊 很会调动啊 很会搞名称啊 但不会打仗 那蒋介石怎么打的呢 第一个 靠部下嘛 有的部下会打 有的不太会打 另外他的战略顾问 顾问啊 就是以德国人为主 德国将军 还有日本的将领啊 这样子 蒋介石本身不太会打 顶多说他是个战略家吧 但是他不是战略家 所以就没办法 于是洪积于是西方公司啊 就进行业务 转交啊 退出美国中美律师舞台 那我们看维基百科啊 这个就不是我在讲 维基百科有公信力 就让大家了解一下 哦原来 以前台湾啊 正就是刚来的时候 有一个西方公司 而且高大上 CIA的啊 然后有几百个人过来啊 啊 而维基百科介绍就是西方公司啊 啊 啊 简写的Wa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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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企业啊 西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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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国派驻 在台湾的机构主义啊 那时候派很多啊 所以台湾一直欠美国人情啊 所以后来买武器啊 美国人也觉得你跟我买武器就算贵啊 应该的 为什么 哦我现在卖武器你嫌贵 但是你自己也要防卫吧 可是问题是 你蒋介石刚来的时候 我是免费的啊 我免费的给你很多军事物质啊 还有武器啊 都免费的啊 这个账要不要算一下 而且不是只有啊 不是只有提供武器啊 军事物资啊 民间的也给啊 修脚补入啊 电厂啊 不是很能电厂 很能电厂 是后来的 但是也帮你盖电厂啊 帮你修脚补入啊 还不够啊 这个美国产米不多了 就是我给你小麦啊 台湾本来是吃米不吃面的 但美国就说我米没那么多啊 我给你小麦 小麦磨成面粉 面粉就吃面啊 所以台湾就开始啊 很多电视台说 哦大家开始吃面啊 还有除了面以外 包子馒头 台湾都 我们都吃稻米啊 谁吃面啊 但外省人士比较吃面 最开始就吃面了 包子馒头啊 油饼啊 面啊 大卤面啊 洋车面也蛮好吃啊 它帮助很多啊 任八月那时候啊 纸烧航空母舰 美国说你看 我从1950年代 我就花了多少钱啊 还有民间的这个修脚补入啊 电厂 我都帮助你啊 给你免费的 这个小麦 还给你贷款啊 贷款 你还不还再说啊 那我现在到了21世纪 我卖一点武器 你有什么好说的 不然的话你就没有了 所以当初有很多机构啊 这个西班公司 是一个比较低调的机构啊 所以1951年而言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啊 就是披斯堡 现在美国成立嘛 派到台湾了 它最早啊 就是有一个 就是下面这个黑眼的啊 叫查理 但是对是一个民权主义者啊 跟美国政府关系很好啊 他是 他是 但是董事长 在美国嘛 就像美国再来协会嘛 理事主席在美国嘛 处早在台湾嘛 他在军援啊 后来这个 两颗星啊 台湾的两颗星啊 包括中国啊 以前民国时 两颗星中将少将啊 中将上将 可是美国两颗星少将 那一个不对啊 一颗星又少将 有美国转将啊 一颗星转将 两颗星中将啊 两颗星少将啊 三颗星中将啊 四颗星上将啊 然后战争的时候 有所谓的五星上将啊 陆海空都有啊 大概 大概差不多十来个人吧 那麦克拉斯的其中之一啊 还有 像尼米茨航空母舰 当时海军的啊 五星上将 米米茨嘛 空军也有啊 还有陆军的布莱德雷 只有后来用他的名称 美国做很多赚车的 布莱德雷赚车啊 然后这个啊 这个少将啊 就是负责啊 就是军事方面啊 就是台北的啊 所以这个大榜头 占美国啊 这黑人啊 这白人啊 一个少将啊 后来好像升中将啊 就是负责军事方面啊 一看就军员嘛 这个是他在台北 他总部是在台北市啊 就是原山饭店旁边啊 中山北路啊 但这个不是总部 这个金美啊 所以他总部在台北 台北市 他金美马祖啊 一些地方的具体啊 这是金美的具体啊 看起来也不像军事单位嘛 他在那边办公啊 那当然后面还有挫折武器东西的 一般人 一般人看不到嘛 而西方公司表面上是民间公司啊 但实际上是隶属于美国中央情报警 CIA CIA本身前面是一个情报单位啊 什么 后来才成立啊 二次大战之后才成立啊 所以那时候等于 也刚成立没多久啊 一开始是一个少将啊 一开始像 日本派到台湾当总督府啊 当总督基本上都是要中将啊 少将也有啊 基本上要讲军员嘛 好管啊 这张情报局现在管情报 可是一般是用军员拿出来当啊 是一个秘密机构啊 他的成员是从美军各战斗带位啊 就陆海空啊 海陆啊 这些啊 选出70多位 军官 不包括士兵啊 军官团 因为他不算美国军方啊 美国军方不介入嘛 因为你介入的话 那完了 苏联会抗议啊 中国 中共会抗议啊 就是军官团 负责训练中华美国国军啊 1955年呢 出的时候啊 西方公司结束运作 所以这几年时间 因为反共大陆已经失败了 不可能嘛 蒋介石也认了嘛 迈克阿舍都叫回去嘛 也不可能丢原子弹嘛 然后中共也强大了嘛 台湾就攻不过去嘛 有新光有国光计划 也到浙江沿海啊 浙江沿海去 可是没办法 然后那时候匪迪有很多嘛 所以你这边 这边国光计划就是派 派这个 派船啊 人不多啦 也许载了几百个 一千个 军队过去 就骚扰打游击战嘛 不是大规模的 就发现一过去啊 就老共军人 你来了我等你很久了 我一看 匪迪泄密嘛 所以你看 顺利人在这个西北几十万军队啊 没办法打嘛 因为他的 顾一下 他下面的 这个是秘书啊 这个核心的秘书 就是共产党嘛 你做什么事 人家老公都知道嘛 所以后来没办法 后来就1955年 就结束运作 业务转交给另外一个 中央情报局铸台情报站 美国海军辅助通信中心啊 所以 CIA跟FBI怎么分啊 都是管情报嘛 也管治安啊 FBI是以治安为主 CIA情报为主 但是 也会涉及到一些 一些安全东西 也就是说啊 FBI是管美国国内 他不出去的 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啦 就是美国人在海外啊 如果被绑票啦 时钟啊 他还是会派人去管 CIA去管国外啊 不管国内 如果CIA要管国内的话 要经过 FBI同意 那FBI如果去管外国事情 也要跟CIA同意啊 也要跟CIA同意啊 就一个管内 一个管外 就像 英国嘛 军情五处 就有点像FBI管国内啊 军情 军情六处啊 就是管那个啊 管那个海外 就有点像CIA这样子啊 那他的历史是啊 韩战爆发之后啊 美国为了牵制中共啊 避免他抽调人解放军 到朝鲜半岛作战 因为那时候韩战刚爆发嘛 那北韩当然打不过啊 北韩当然要打南韩是小菜一碟啦 可是美国介入啊 打不过 所以一开始啊 韩战的时候 北韩就把南韩打了屁股尿流 都打到38度线 汉城都沦陷 那美国在以麦克阿瑟为首 叫人川登陆 又把他打回去 又打回38度线以北 哇 那北韩说 那这样搞下去不行 因为北韩是俄罗斯 苏联支持 在苏联天空皇帝啊 美国那时候强 哇 所以麦克阿瑟就老神在在 应该没问题 可是 美国的情报就说 老共可能会介入 哇 麦克阿瑟说不可能吧 因为中共一介入的话 那军队啊 你派个几十万人过去 那麦克阿瑟就很累了 麦克阿瑟说不可能吧 那国共内战才打完 怎麽可能 所以毛泽东真的派 派军队 毛泽东聪明啊 他基本上也不派解放军啊 就是 就是 将领是 将领是 中共的那边 下级军官 军队 就是 国民党投诚的嘛 刚好 派这些国民党 投降的军队去 你打赢得最好嘛 打苏洛就刚好把你灭掉嘛 刚刚好 你不然杀战俘 一杀杀几十万人也下不了手 几十万人派去啊 派去韩国啊 就是朝鲜半导 死了就死了吧 反正你们也投降了嘛 咬你们的话 搞不好哪天又判别人 这个心不腐麻烦 就刚刚好 所以 军队过去 就过 鸭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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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偷袭美国 就 就败了 所以麦克阿瑟就败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 就是 同意啊 美国同意啊 就是蒋中正啊 他夫人就是 国母啊 而国母是宋庆明啊 就第一夫人 就 宋美宁跟陈纳德的提议啊 招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情报老手跟特种主要专家 就是美国人啊 以名义上进出口贸易啊 名义上是贸易公司 西方贸易公司啊 作为掩护 在台湾训练游基顿 策划并执行处去中国大陆 在收集情报的工作 而西方公司也 准许台湾啊 对中国大陆沿海海运的干扰活动 让中华民国海军啊 在公海拦截扣牙 前往中国大陆船 去 这艘船 西方公司实际上隶属于 美国中央情报局 主管全球地下活动的 一个单位叫政策协销处 总部射于台北市中山北 北路啊 圆山啊 就是靠近圆山饭店 所以 这艘情报局在全世界 都有点 它分两种 一讲是独立的 独立的啊 一般是友好国家啦 比如说英国啦 德国啦 法国意大利 专门城 就是那边注意 这个一个具体啊 这艘情报局 坐在边站 站 这个 德国站 如果德国大的话 还设两个站 比如说柏林站 什么站啊 英国啊 可能是好几个伦敦站 国大陆站啊 小的国家就一个站啊 那如果是敌对国家 就是不是太友好 它就不好直接设站 人家不同意 它就派人在大使馆里面 就美国大使馆 包括在台湾的啊 美国在一起 很复杂啊 啊 里面除了有外交人员啊 这个 这个 当然还有雇台湾的 这个 这个 雇台湾的人在里面 上班也有 还有国防部的 有CIA的啊 很多单位啊 里面啊 都都有武器弹药啊 甚至海军陆战队啊 那活动基地在大成岛啊 金门 马祖 等外岛 为了兼顾美国的 中立化政策 跟行动弹性啊 双方外交啊 美国军事单位啊 并没有参与啊 就是怕引起国际糾红啊 所以1950年之后啊 中警局啊 人员开始打批后台湾 就完整了 大概有800多人啊 与中警局人员一同抵达台湾啊 他们就是大概800人啊 陆陆续续啊 不是一次 这是美国的飞机嘛 他不可能坐一般的民航机过来啊 因为他还有一些器具啦 武器啊 跟中警局人员一同抵达的 那还包括啊 供应外岛油机队使用的DEP 这张情报级 军火物资啊 包括1700多箱的高爆炸药 在美国提供了 那这是免费的啊 这不要钱啊 不要钱啊 免费提供的啊 啊 所以是美国后来就往转回来啊 加点利息啊 卖利息啊 卖柜蜜啊 600多支的卡冰枪啊 400多箱的青筋枪 200把手枪啊 25箱 无限的设备啊 就带了一大堆东 还有火箭发射器啊 还有将近38万的弹药 因为 曾经是来台湾以后 很多东西啊 就不够了啊 所以美国就说 我们自己自己带来 但是浙江外海由国府啊 就是由短决石政权 控制了一远串小岛 包括余山啊 批山啊 这个面 济南济的北济 一江山啊 以及大臣这些地方啊 首先被选定为西方公司 进行整编 训练员机队啊 秘密行用基地 而西方公司培训啊 这些小岛的 就是短决石的军队啊 然后1952年爆发一个 南日岛战役啊 就是由南海集训总队啊 向那个单位执行嘛 但失败了 那另外 另一方面行动就是 有李尼啊 就是太缅基山脚 就是产毒品那个地方 就是太缅乌军啊 后来没办法啦 就把他分批啊 接到台湾啊 比如说就是在那个 我们说台北的金美啊 金美那边啊 还有公广啊 这边就是他们 留给他们住 那有一些国军啊 策略不了 来不了台湾 就跑到香港去 可是香港啊 也不太收留 那是英文统治马之名嘛 也不太欢迎 可是基元倒也留下来了 那国军跟他们家族啊 就在调集你 所以你说香港 为什么有一些 科兴啊 明星啊 李芳啊 陈奕迅啊 这个 李毅连啊 奇怪 讲话没什么广东 他不是广东人啊 住一个上海啊 天津啊 北京啊 李毅连也是北京人嘛 也不是 也不是 香港不是广东人 因为他的母语就是讲国语嘛 当然他们 后来上 香港学校 广东话一定会讲 可是他们国语很好 那就讲 比如说 周润发就没办法 就广东人嘛 国语就不是很标准 所以 香港有一些 有议员员啦 当然还有政治员务啊 还有其他各行业 很多奇怪 广东话 香港话一定会讲 可是国语啊 普通话讲到什么 就是在讲 很多是在调集你 那边 西方公司的权盛时期 在韩战期间啊 那韩战结束之后 美国降低啊 对中国大陆的渗透 就不太真实啊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政策就是说 已经既成事实嘛 美国不想死人嘛 我要是帮助整日反攻大陆 我美国要死不少人 搞不好以罢了世界 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且呢 另外一个就是要拉拢 中共啊 去孤立啊 苏联 所以后来 后来终于一个建交嘛 跟中国建交嘛 就是一直这样 要孤立苏联 但现在又变了嘛 就是苏联末落嘛 解体 1990年代解体 然后 中国大陆变世界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变成世界工厂 有钱啊 又开始专制啊 要雄起啦 要东升西降啦 要超运赶美 所以美国后来从川普时代开始就变了 哦 我们的第一敌人不是俄罗斯咯 是中国大陆 所以越跑越早 所以川普上 不是川普啊 拜登上来以后 本来以为是对中国大陆好 也就更狠 更狠 这现在就是中国跟美国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很差啊 这东西啊 这他后来就转交了啊 那我们再看一次啊 这是维基百科 再看一个金门日报 因为他有句点在那里啊 他的标记是西班公司在金门 啊 他内容是 在冷战时期啊 有一个美国机构秘密来到台湾 成西班公司啊 啊 是 二十多名啊 啊 美国民主要议员集资啊 成立的啊 当政府这样支持啊 讲识讲识教 表面上是一家民间公司啊 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作为掩护 实际上是美国钢琴报的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的外围组织啊 一直在台北原商饭店附近啊 那原商饭店 当初 台湾以台北为中心嘛 为核心嘛 没有什么大饭店 所以就盖个原商 这个原商花很多钱啊 那时候政府也没钱 但是还是政府出一部分 民间出一部分 就主要是蒋送美龄为主啊 要总经理用他的殖女啊 就是孔家小姐啊 蒋介石当初 听说用政府的钱啊 花那么多钱 本来也同意啊 本来花那么多钱 而且都是你孔家的 气得要死 但是也不能把宋美龄毙掉 去气得要死 我们已经来台湾没钱 搞个原商饭店 搞个差不多就要搞得这么大 原商饭店很大 现在当然有点没落啊 可是当初那个规模大 而且又在龙脉附近啊 传说中的龙脉附近盖 但后来发生过大火啊 那边大火烧的时候 在报社一看 哇 大家吓死了 那时候看得到原商啊 用报社的原商不是太有害 哇 怎么顶楼 它不是下面烧 是屋顶那边在烧 烧得很大 它是属于CIE的政策协调处啊 成员是美军战斗人员啊 退役特种专家等等啊 就是 这边是讲啊 人数最多70亿人 但是陆续是有800 差不多800人过来啊 有些又走又怎么样 就实际上是800多人啊 但这边啊 不知道为什么写这个气 70人不够啦 1950年韩战爆发之后啊 美国为了牵制啊 中共啊 这个前面讲过啊 就是 牵制韩战 而且蒋介石想要反攻大陆啊 又是宋美军在飞虎将军啊 成呐德 成呐德本来在美国退役啊 可是要帮助啊 这个中国空军啊 所以又复役啊 然后 这个 经过美国同意啊 招纳了一批啊 而不是现役飞行员 就是可能也是退役啊 这都有点年纪啊 那有的看起来蛮年轻啊 有的三四岁就退役啊 就把他们招募 就飞虎 飞虎队啊 那飞机都是美国的飞机啊 那时候 简直是政府飞机不多啊 就直接啊 人 这些飞行员啊 架了飞机就跑到重庆去了 啊 因为 说重庆差不多大陆都被一轮占据了啊 啊 所以在当时的CIA局长 杜勒斯啊 首肯直下啊 所以这个 西方公司啊 就是美军顾问团来台 那 台湾的国防部就派啊 这个 政界里 这是情报头一次啊 大概是联络人 1950年代啊 在金门 马祖啊 这些都有 西方公司 这些终于啊 那平常穿着国庆制服 你看老外嘛 这一看白人嘛 那当然可能又黑人嘛 一看就外国嘛 穿着国庆制服 也低调一点啊 头里还带着青天白人嘛 就是 低调隐藏身份 但是老百姓看就不对嘛 那这制服是国庆 但是这就是白人嘛 或者黑人嘛 有外国人嘛 他就搞不清楚 他们最现在大陈岛就训练啊 这个 胡东南啊 这个东方 胡东南本来根本 根本是黄沐菌校都没办法进去 他个子特别 个子矮 那后来可能虚报一点啊 但是蒋介石爱将 但是几十万大金就没了 因为 因为 因为他的这个下面的秘书啊 下面一堆啊 就是 共北的情报的人 就是在这些小岛上 就训练了一些地方 就变成六个大队啊 就是这些西方公司的这些啊 尤其对专家啊 这军官就叫国军啊 涉及爆破通信 易电啊 跳展的技能啊 这些东西啊 使用武器等等啊 这西方公司主要工作的策划突袭啊 中国大陆 沿海沿海的 乡镇啊 城市都打不进去啊 收集军事情报啊 金毛部司令胡连 所以823炮战的时候啊 那时候金毛部司令胡连啊 应该是他吧 就是三个副司令啊 吉星文他们 出发 连台湾的国防部长一大为都要去啊 结果不知道啊 结果炮弹一打 三个副司令啊 当场战略就挂了 也不定当场毕灭啊 有的是重伤受益死掉 结果胡连啊 逃过一起啊 胡连很会打造的啊 跟高国元他们只有好朋友 也曾经啊 已兼任福建省 尤其是总指挥的名义啊 配合他们的行动啊 所以也立下了一些转集啊 这些东西啊 包括1950年担任探紧兵兵 李弥将军啊 这是古军啊 云南 他叫云南反复救火局啊 进攻云南 所以蒋介石呢 他就说啊 我这边台湾的军队在美国帮助一下 我去骚扰啊 浙江沿海 李弥啊 这个小李啊 你就从那个泰眠来的啊 你就进攻啊 最好麦克阿瑟 又从那个东北游过去啊 最好挤入大军 他全部失败啊 这些 所以这些啊 都是只能有反攻到我象征意义啊 就是没有什么大用啊 就是小小偷袭啊 不痛不痒的 那金门的西方公司总部啊 他是一个洋楼啊 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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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楼是一栋啊 专期的二层楼啊 建材考究啊 结构检谷啊 是女南市的一个洋楼啊 这些啊 然后 最后啊 就是1953年时候啊 西方公司的秘书兼财务啊 一个中校啊 策划了一场 国军撤退台湾以后 最大规模图义行动 这最后一次了 目标是为 厦门跟山头之间 东山岛啊 就是 出到一个散兵加强 人也没多少嘛 几百人嘛 南海支队有一支队啊 还有 金门守军三个团配合啊 陆战队一个大队啊 代号叫粉券计划 蒋介石很会搞计划嘛 这个国光计划 星光计划 粉创计划 很喜欢 很喜欢搞这东西啊 很喜欢搞番号 那个番号 改来改去啊 比如先这次抗战 又搞个十个战区啊 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啊 搞得复杂不得了 要打造不行 这段时间只有一天多啊 一天半啊 要考验 而且没有用啊 失败 这个木已成舟嘛 这一集就是用 这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讲一下 当时 1950年代啊 台湾有一个 有美国人 也叫CIA 在台湾成立一个西方公司啊 其实也是一个军事 军事的公司啊 因为它直达天厅嘛 而且是帮台湾嘛 胡宏焕 红旗旅行 那时间只有三年啊 后来这个 美国不支持啊 台湾翻过大陆啊 就慢慢就一叫了 这一集讲这里 没什么 有些人 有些人 彼此 有些人 有些人